在威力巨大的导弹背后,是大量研究者,工人和士兵的付出,这种付出,有时候可能是生命的代价,特别是第一代工作者们,他们完全是技术的拓荒者, 一切都等待验证,一切都是空白,仿佛在一个雷区里,寻找一条前进之路一样,没有教训,他们的牺牲将成为后人的教训,俄国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,就极其惨痛,俄罗斯就战场杂志,在2017年底刊载了一篇文章,一介绍和回忆录刊载的方式,介绍俄国导弹研发的历程和故事,我们得感谢那些牺牲者,他们换来了今天, 俄罗斯强大的导弹力量,有些牺牲在今天看来是可以避免的,甚至是荒谬的,但在当时,一片空白的当时,在紧急战备的当时,谁也没有办法比他们做得更好,作者在开头就这样写道, 实际上,俄国尽管有悠久的火箭武器历史,但真正的导弹技术,还是来源于战争结束后的德国,通过仿制V2式弹道导弹,俄国人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武器,而是从发动机、燃料、制导系统,甚至到导弹生产工序流程的初步认知,下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俄国人自己探索了, 最初仿制V2的被称为R1式导弹,后来进行改进出现了R2式,到了50年代初,俄国希望掌握一种射程,接近10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,也就是所谓R3式,执掌这个项目的是当时俄国年轻科学家戈尔涅夫,他是堪称,俄国导弹之父的科罗料夫的得意门徒,在老十年老世纪,也到了独当一面的时刻,R3导弹一方面在 R3的气动外形上下功夫,一方面则试图采用新式发动机,除了发动机本身的技术外,新式燃料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,戈尔涅夫也一直关注着新式燃料发展,并在1954年6月亲自来到位于夏诺夫哥罗德地区的燃料工厂进行检查。